续上现在我们谈谈通货紧缩的另一面 通货膨胀 针对不少网友的观点 即央行可以大印钞票 所以不会通货紧缩 只会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 今天就谈谈现代纸币的发行机制和原理 网友们就会知道 为什么央行即使掌握了印钞机 也很难对付通货紧缩的道理 不但能知其然 还能知其所以然 一 首先谈谈经营货币的发行原理 经营货币本身是有价值的 所以从皇帝到洋行 到普通百姓 发行权利是平等的 谁在山上挖到一块金子 谁就可以用它到市场上购买商品 这块金子就流入市场 你也就相当于发行了一块金子货币 皇帝和政府其实只有金银货币的铸币权 就是将金银铸成不同重量 橙色足的货币 方便使用 看大清朝电视剧就知道 有种银子叫官银 心欲高 橙色重量足 同时也证明了当时还有民间铸造的银定 所以在金银货币面前 官民平等 二 现代纸币是依托债务发行的 1971年前 现代纸币是依托黄金发行的 其后美元与黄金脱钩 就变成了依托债务发行 为什么现代纸币要依托债务发行 道理很简单 因为纸币是没价值的 纸币印刷出来后 你不能直接就拿到市场去用 去购买商品 因为这只是一张毫无价值的纸 你用毫无价值的纸去市场购买商品 那无异于是在抢劫 所以纸币在进入市场流通之前 一定得赋予价值 一定得携带上劳动价值 办法就是用借出的方式 例如 美国政府发行国债 美联储开动印钞机印刷美元购买了国债 美国政府拿到美元再花出去 买枪 买炮 发工资 然后再通过税收收回美元归还美联储 没有价值的纸币就变成了携带价值的钱 这就是一种赋予纸币价值的方式 虽然这只是一种远期成路 换句话说就是 市场上只能允许携带价值的钱流通 不允许没有价值的纸币在市场上流通 虽然美国政府只愿意借 不愿意还 但不还就会债台高中 政府破产 这样即使政府掌握了印钞机 也不能乱印钞票 这就从源头上制止了恶性通货膨胀 我们再重点来谈谈信用货币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有什么特点 什么是信用货币 其实古亦有之 举例 大清朝某钱庄有客户存银1万两 该钱庄开出成对银票2万两 这多出的1万两就是该钱庄创造的信用货币 古代钱庄多开银票是有风险的 如果走路风生 钱庄信誉又不高 就可能遭到存银客户挤兑 就可能因此破产 现代银行体系做了改进 成立了中央银行 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 极大的加强了银行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 举例 某现代银行有存款100亿 上交存款准备金5亿或10亿后 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把余下的存款带出去 不用担心挤兑 因为后面有中央银行撑着呢 所以现代银行都是尽力扩大存款量 同时尽力把银行存款借出去以获取利息 在这样的不断循环中创造了大量的信用货币 请网友注意 无论是古代钱庄还是现代银行 创造信用货币有个共同的特点 这就是信用货币必须由借出钱的银行和借钱用的人双方共同创造 缺一方也不行 所以信用货币实际是由债权和债务组成的 这一点和央行印刷的基础货币是一样的 所以人们对现代纸币的俗称 钱就是债务 所以现代纸币体系就有了个与金银货币完全不同的特点 现代纸币可以因债务的累积而不断创造货币 又可以因债务的归还或违约而消灭 简单说就是 现代货币可以随债务的增长而增长 又可以因债务的降低而收缩 简称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对应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就是物价上涨和物价下跌 拉长时间看可以分为通货膨胀周期和通货紧缩周期 周期时间可以长达几十年 正确判断一个国家经济是处于通货膨胀周期 还是已经进入通货紧缩周期是非常重要的 将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前途 甚至对个人的人生和理财都是重要的 谁要能在三十年前判断中国处于通货膨胀周期 今天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 而且毫不费力 那么如何判断呢 在通货膨胀周期 货币增长和债务增长总是一波高过一波的上行 具体说就是总体债务不断走高 反随M2总量不断走高 一浪高过一浪 在通货紧缩周期则相反 货币增长和债务增长将一波低过一波 理论要联系实际 我们可以按以上标准判断中国经济是否仍然在通货膨胀周期 或者已经进入通货紧缩周期 从1980年到2013年 中国M2货币总量年平均增速高达17% 但是2013年后M2增速明显减缓 已经低于14% 2016年低至11.3% 债务增速也在减慢 这一点可以从近两年不断要求将杠杆看出来 如果我们给M2画个增长历史曲线图 可以看到M2增长在2013-2014年开始偏离指数增长 进入一个拐点 2016年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加速下行拐点 2017年前三个月M2增速更是分别为11.3% 11.1%和10.6% 已经是明显一波低过一波 所以据此判断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通货紧缩周期是大概率了 现在我们继续回到介绍信用货币这个主题 再来分析分析中国央行超发货币的情况 现在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网民几乎一致认为央行严重超发货币 但央行并不买账 有央行高官被问及是否大量印钞时回答说 央行并没有多印钞票 为收购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虽然印刷了20多万亿货币 但都被存款准备金锁住了 央行官员这话其实也没错 央行确实没有过多印刷人民币 现在存款准备金高达16% 远比其他国家高 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锁住这些用于收购美元外汇储备的20多万亿基础货币 但是说央行大量超发了人民币却不冤枉 为什么 因为商业银行创造出的天量信用货币的账还是得算到央行头上 既然天量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创造的 那为什么还是要由央行负责呢 道理就在于央行是有能力 也有责任限制商业银行过量发行信用货币的 事实上 央行控制各个商业银行信用扩张的办法很多 例如降低存贷比例 现在规定贷款量不能超过存款量的75% 如果降低到60% 就可以大幅收缩商业银行的可供贷款的资金数量 例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也可以减少银行可用于贷款的资金量 例如直接规定银行可贷款数量 央行每年都要确定一个M2增速 一般是预估GDP增速加预估CPA增速加2到3个百分点 按这个公式就已经超发货币了 再加上实际M2增速 在大部分年份要高于央行年初定下的增速目标 这就造成了货币的严重超发 央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例如2009年M2年初的控制目标只有17% 实际增速达到27% 大大超过了预定M2增速目标 货币的严重超发不但导致了债务的快速增长 还引起了一个新的麻烦叫钱荒 接下来我们谈谈钱荒 为什么如此巨量货币情况下会发生钱荒 这个知识对我们网民很重要 2013年中国发生过一次钱荒 当时一些商业银行缺钱 像央行借 过去一般是一借就给 这次央行一反常态 不借 结果导致银行间拆卸利率飙升 央行仍然不为所动 直到股市一天暴跌4% 央行才慌了神 连忙释放流动性 当时的舆论觉得这很奇怪 M2都超过100万亿了 怎么还会缺钱 这钱到哪里去了 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 现代直币体系就是这个德行 钱越多 还越闹钱荒 为什么 因为货币越多 债务就越多 债务越多 利息量就越大 问题就出在这利息上 为什么问题会出在这利息上 因为利息没有其他办法解决 唯一办法就是央行向市场补充货币 央行每年向市场补充的货币增量 不能少于当年总债务产生的利息总量 否则就会闹钱荒 甚至发生债务链条断裂 引发债务危机 举例 假设中国最起始货币总计 只有一百元人民币 假将这一百元钱借给已 年息百分之十 一到年底必须连本带利归还一百一十元 请问这十元利息从哪里来 只能从无外补充的货币中来 已可不可以砸锅卖铁来凑这十元利息 不可能 因为市场上就这一百元 再卖也卖不出一百零一元来 已可不可以努力工作多产点粮食 多卖点钱来归还 答案是 也不可以 因为被一百元货币总量限制了 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如果一个国家有一百亿货币总量 债务总量假设也是一百亿 每年产生利息总量五亿 那么该国中央银行就必须及时向市场补充五亿货币 否则就会闹钱荒 就可能导致资金链条断裂 以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为例 中国2016年货币总量按二月一百六十万亿 有债务总额接近两百万亿 按年息百分之五算 每年将产生十万亿利息 理论上每年央行必须向市场补充货币十万亿 也就是必须使N2每年增加十万亿以上 否则就会闹钱荒 当然 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加快 会缓解钱荒 但也只能是缓解 最终还是要靠补充足量货币才能解决 所以按照现代纸币体系的运行原理 钱荒是必然的 钱荒也是促成通货膨胀转向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货币补充越多 债务就越多 利息量就越大 这是个自我矛盾的不可延续的循环 近年来央行使用麻辣粉 my life 酸辣粉 sf 等短期货币工具来释放货币流动性越来越频繁 量也越来越大 短期工具都快变长期工具了 许多网友一见央行货币放水 就以为央行在刺激经济 在制造通货膨胀 其实这是冤枉央行了 央行货币放水 释放货币流动性主要是为防止钱荒 防止债务链条断裂 实属无奈之举 可见央行也是不容易啊 在简要总结现代纸币体系特点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资本主义 为什么会抛弃金银货币和金本位体系 而改行现在的纸币体系 为晚安 待会